兵哥怎么看 民调 因为目前其实对 除了刚刚这个宜萱提出的那份数字 但另外一份民调是张亚中先生 民调很高 这是很多听说来音也有些人说 不会就是张亚中当选了吧 有这个声音或有这种焦虑 我不管啦 那回过头来 那整个过程当中是不是 这个也都绑在一起的 包括我刚刚问子泽说 现在整个谁设局一送张亚中 是不是陷入罗生门这一块 反正这一块现在就是这样了是不是 就是然后张亚中先生应该 应该也不会真的怎么样被处理了吧 是不是 演到这边 我就只讲啊 就是现在朱立伦这一派 就是希望营造一种氛围 就是认为说这是江启臣故意 出去下了毒手 然后还要把这个过错 栽在朱立伦头上 那江启臣这一派就认为说 这完全不干他们的事情 那这是考机会 自己有人做了这样的决定 而且我的人马都没有在这个 而且他还特别讲说 因为他他在那个 那个那个叫什么选间小组 选间小组里头 他也那个人叫陈明毅 陈明毅那天刚好就没去 也没有 所以这根本不干他的事 对对对对对 对那 大家自己去想一想 这应该干谁的事 我相信每一个观众朋友 大概信头 如果你关心这个东西 大概都有定见 我有我的定见 那我是从这个方向去考量 就是张小组如果被送考机会对谁比较有利 大家去想想看对谁比较有利 因为目前现在方间民调很多 刚刚宁先提的民调是一个 对就是 朱一江二那个张三 对那其实 外面有很多民调是 朱一张二江三 那 尤其是朱一跟张二 距离还蛮近的 对还越来越接近 所以你说这会不会对朱一人造成某一种压力 我觉得会 可是 老实讲最近方间有人 传出来说什么要弃江宝珠 我是真的觉得有点夸张 我真的觉得有点夸张 夸张在哪里 也就是 张小组老师当然有他个人独特的魅力 他的主张也获得很多人的支持 可是这一些人 支持他的人绝大多数根本不是国民党员 因为 你们这次限定党员投票 当然 少了七万的党员 是啊 所以 不包含网民 所以网民是没有资格投票的 那在网民没有资格投票的话 那这些网路的民调 他的参考价值就会变得很低 因为我先请大家 了解一个最基本的东西 就是国民党如果跟网民想的一样 国民党今天就不会这么惨 国民党就是一个想法 完全跟网路不一样的 你知道吗 所以网路上得出来的结果 通常就不是国民党想的结果 我是该哭还该笑 事实是这样啊 事实上 如果国民党是一个整个结构 跟网路民众一样的党的话 国民党今天不可能是这个样子 就算没有选上总统 至少你们的立法委员 不可能输得这么惨 对不对 所以 所以 现在我觉得网路上 对国民党的相关民调 我都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参考价值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 那 现在朱正寅当然本来认为是十拿九位 但是现在开始 身世上好像有点 尤其是媒体所有的目光焦点 全部集中在张卡中身上 当然对他形成某一种压力 可是我就直接说了吧 我认为 现在要到张卡中能够威胁 直接威胁到朱立伦还很远 我个人认为还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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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张卡中老师强势强在 他的个人魅力 他的一些论述 然后他在辩论会上 或在媒体上的一些表现 可是张卡中老师最欠缺的是什么 就是国民党的基层 他跟国民党的基层的连接性太低 然后 他平常也跟党务系统没什么大咖 我觉得职责都比他熟 我老实讲 你就是说我也不熟 其实你看起来真的不是很熟 我可以讲实在话 我不是专职党工 因为你是挂名的 我老实讲你也没拿钱 所以对啊 人家给你这个文庄会副主委 是希望你在媒体上 为国民党更加拼搏的 主要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必须讲 张卡中老师在国民党的基层上 还有待努力 那当然还有十几天也不是没有机会 可是现在出了这个事情 会对两个人造成直接的影响 一个是对张卡中造成直接的影响 一个对朱立伦造成直接的影响 朱立伦绝对是下降 他不会加分 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他绝对不会加分 那对张启臣来讲呢 我觉得 他会渔翁得利吗 不会 我觉得也不会 因为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这件事情 其实本来是江启臣可以展现主席破例的时候 可是他也没有展现 所以 对他来讲 顶多就是不失分而已 反而 你今天出了这件事情 反而对张卡中有加分 因为 我必须讲啦 台湾人 基本上 对受害者都有同情的心态 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时候 本来 国民党很多支持者不见得那么喜欢赖金德 可是一旦他被蔡英文打压之后 很多人就开始支持赖金德 不就是这样子而已吗 那 所以我必须讲 现在还有十几天 我真的希望国民党做出一个比较好的处理 能够至少让党内的这个裂痕不要再扩大 你们党内私下要怎么斗 拜托你们关起门来斗 不要斗的这么难看 那 刚刚民众党怡萱也直接讲啦 你们斗的越来越来 其实他们是会暗爽的 我直接讲 人家昨天已经挖掉 他根本也没有在不好意思 他们明爽 所以网友已经在骂我了 我有看到 好羡慕一人政党 哎呦干嘛这样 我们还很年轻 昨天已经挖掉你们一个 连任五连霸的议员了 对不对 那你们国民党还有几个五连霸 可以给人家挖 国民党 国民党当初民进党刚出来的时候 其实就撬国民党强角 新党出来也是撬国民党强角 新党出来也是撬国民党强角 你们国民党还真够大 你们到底要被人家撬多少事 你们才高兴 所以我真的拜托你们国民党 有一点站立吧 像个样子吧 看到李斌颖医生呢 他也特别讲说 以台湾现况来讲 我们大家就想说 你到底是要拼第一剂 还是第二剂的覆盖率吗 他说不管是第一剂 或是第二剂 其实对疫情的控制来讲 差别没有那么大 没有那么重要 还是他要强调 戴口罩的重要 戴口罩这个防疫政策 还是重点 我真的觉得天哪 这又是哪招啊 第一剂打第一剂打第二剂的 差别不大 我不知道这是他用他的专业 在讲话吗 还是 其实李斌颖讲这句话的意思 是告诉你 我们就是弄不到疫苗 大家就戴口罩 去就这个意思 去就这个意思 他连日来的发言 都是绕着这个 因为老实讲 现在包括李斌颖 包括陈志 他们自己也知道 他们 因为他们之前一直在乱玩 搞到现在呢 真的要不到疫苗 真的要不到 当初韩国去要疫苗的时候 陈志冬还在那边讲说 先看看他有没有效 再决定 那结果人家真的要到了 那问题是 疫苗就这么多 因为莫德纳产能就是有限 当韩国一下子 弄了八九百万去的时候 你觉得台湾还要得到 就是这么简单的问题 但是重点在什么地方 重点在我们的官员 连事都不讲事 今天韩国试了 对 他弄了八九百万去 可能你要到的机会更渺茫了 可是你还是可以去试啊 老实讲 連吴钊燮这种 顾力熊这两个阿萨布鲁的 去那边也不知道 陈志农不除拜师有约 都可以去美国呢 你随便再派 魏夫夫两个次长去嘛 就每天就 睡在莫德纳大门口嘛 就跟他盯着要嘛 陈志冬其实你也可以去 反正你在台湾也没事干 你每天下午抽了五万费 你会干嘛 对不对 所以你也没事干嘛 就去嘛 你能够把疫苗盯回来 三百万五百万 你看台湾人都会改建 那不要每天留在这边跟我讲干话 而且李冰讲的就是干话 他的意思非常清楚明白 就是反正我们也要不到疫苗 疫苗就是这么多 你们高端又不愿意打 那我们现在就这样 你们知不知道昨天高端打 昨天高端打多少你知道 多少 他们这一天不是吹的一样吗 跟神一样 所以大家都打高端了 昨天一整天 9月13号打940 疫苗烂成这个样子 根本没有人要打 86万剂到现在只打了71万 对 还有15万在那边没有人要打 所以他们知道 他们的疫苗 他们知道他们的疫苗 真正已经彻底失败了 那当他们把所有的 赌注全部押在台湾疫苗 然后呢 外国疫苗他们之前就放掉 放掉放掉放掉 现在也要不回来了 所以现在就糗了 那他们唯一有解的就是什么 就是拉下脸皮 去跟郭董讲 拜托你那BNT3000万帮我弄一下 可是他们不愿意做 没有啊 他们不想做 第一个他不想让郭台铭再露脸 第二个 老实讲 他们如果现在 自己再主动去基BAT 那比较他们之前讲 全部都是谎言 所以呢 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做 所以现在就僵持在这个地方 莫德那里要不到 AZ现在全世界大缺货 然后呢 今天有个好消息啊 日本大哥哥又要送50万来 对 但是50万对台湾来讲 还是非水车性 而且更可怕的就是 我真的很怕50万一来之后 结果你看到第二类又有人在打 我们的第二类到底 真的无底洞 到底人数多少 我不知道 其实大家如果有注意到的话 因为卫福部每天都会公布 就是施打的 每个包括每一种疫苗的状况 莫德那其实每天都有人打 每天都有人打 每天都有 每天都两三千三四千这样打 对对对 那请问一下 那些人是谁啊 谁 到底是谁啊 那为什么我身边的人都说没有 为什么300多万人等不到 然后一直有人在打 请问一下那些人 到底什么资格 为什么他可以打 不要问 他不会又是第二类吧 还是因为我居心否刺 我不知道 这很奇怪 大家都等不到的东西 为什么一直有人在打 所以 当你整个政府什么事情 都是要欲盖弥彰 然后这样讲的不清不楚的 你不要怪我怀疑你 因为你本来就应该要被人家怀疑 还是有带风向 比如说这位这个陈长宇医师 他就说如果有朋友问他说 第一剂要打哪支疫苗呢 他都会推荐AZ 因为AZ的相关研究 第一剂的保护力是最好的 而且效果是永久停留 那永久停留是不是 这个是真的假的 可以这样讲是不是 然后另外呢 就包括了这个 第五波 这是日本捐给台湾的疫苗 AZ疫苗 50万剂呢 又要即将来到台湾了 那这个部分 谢长廷呢 驻日代表也特别感谢 他有特别提到说 台日友谊很特别 台湾积极募集了各种医疗物资回报的用心 也许呢 让日本有不同的考虑 所以呢这个部分 我们看到现在的风向再起好不好 就是整个的感觉是 因为刚好 就这么刚好耶 因为来的都是AZ啊 是不是 然后所以现在就是顺势的就带说 第一季推荐都是AZ AZ的保护力最好 永久 永久 因为很简单嘛 他们知道现在高端推不动 那他们手上有什么也没有别的啊 只剩BNT跟AZ啊 也没有莫德纳 那BNT现在第一轮是要给年轻人打 所以他要推就只有AZ啊 没有其他的东西啊 所以他们现在一直在讲AZ好 我自己第一季也是打AZ 但是我的选择并不是因为他保护力 而是因为我知道我等不到莫德纳 所以我先选了AZ之后 我将来有机会也许可以混打 我的想法是这样 可是未必能够混打 未必哦 因为其实有人认为说 混打也未必是好的 那当然现在我们所谓的专家小组 还在研究 但是现在为什么很多医生 突然出来跟你讲这些奇怪的话 而且什么效果永久保留 永久存留 哪有这种事 我老是说确实是有 有相关的研究显示 永久哦 不是 腺病毒这个疫苗 它的效果会持续存在 但是呢 那个效果也是越来越差 是嘛 递减 因为尤其是对 不同的变种的病毒的时候 比如说对现在的Delta 它的保护力也是很不好 那他说的第一季 他一定推荐 因为第一季AZ保护力最好 抱歉 这绝对是错的 第一季保护力最好的 我跟大家讲 就是BNT跟莫德纳 就是这样 AZ绝对没有他们好 这是世界卫生组织 跟美国的认证 不然我想请教一下 美国现在是直接给BNT要证哦 请问一下他们给AZ要证 没有 没有 为什么 就这么简单 他认为BNT是比较好的 莫德纳还是存种 美国自己的疫苗 他都没有 他给这个混血的 德美混血的BNT 为什么 表示他认为BNT是比较好的 就这么简单 那BNT当然 对Delta的时候 第一季的防护力也比较差 大概39% 所以也不是很好 但是还是比AZ好 所以我不知道这位 陈长羽医师看到的是哪一个 文献我不晓得 但是你要告诉我说 AZ永久有效 只要打了两剂之后 永久保护你 抱歉 这个在医学研究上 你也许对于原病毒株 可能是这样 你对接下来的 一大堆的变种病毒株 而且他到现在都不断在改变 最近日本都出现了新的变种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保护力一定是越来越差 不然的话 你以为全世界这些国家 是发了神经 那为什么要研究打第三剂 第四剂 他有毛病吗 可是最新的一个消息显示 有我的专家认为 打第三剂第四剂也未必比较好 对 所以呢 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很新的东西 全世界的医学界都在摸索 可是如果这个时候就想要去带风向 告诉大家一定是怎么样 哇 因为我是医生我是权威 那我只能说 你是在践踏自己的医学专业 这样是非常不道德的 立刻订阅中天电视 支持监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闻不会消失 只会更强大